前桃園市长郑文灿涉贪被收押禁建 桃園地检署在今天 贞结指出 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郑文灿 以及共犯等共11人 不过由于郑文灿他否认犯刑 收费高达新台币500万元 检方是鉴请重判 有期徒刑12年 我们来听听检方的最新说法 那在这个今年的7月11号 本署假官依职权进行搜索 正姓被告的助理 私信助理的家中 扣得87万9590元的一个 不明的一个资金 另外我们也在 今年的7月29号 持桃園地方法院法官的一个搜索票 在正姓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 扣得不明的大额的资金 那总共资金的额度达到 678万5000元 在正姓被告等人的一个 起诉书的一个范围 我们有总共分有四个区块 分别是贪污案件 诈欺案件 还有业务侵占案件 以及泄密案件 郑文灿是被控在桃園市长任内 因为公武扩大案收费500万元 遭到桃園地检署 以贪污罪嫌 收押至今40多天了 那么桃圄迅速贞结 贞结起诉11人 桃園市前市长郑文灿 在市长任内涉嫌 在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中 收费500万元弊案 桃園地检署下午将举行 记者会公布侦查结果 郑文灿等11人被桃圄认定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 情结重大将依贪污治罪条例 提起公诉 回顾整起案件 前桃園市长郑文灿 7年前曾经涉及土地开发弊案 因为证据不足两度迁结 7月份地检署凌晨传唤郑文灿 指出他涉贪罪嫌重大 并且向法院申请羁押 这也引起外界党派之间热议 大家都在观望赖清德 将如何执行速贪抵捕 7月6号被地检署侦办 申请羁押禁件失效 交保500万元 检察官抗告成功 7月9号二度积押失效 交保提高至1200万元 检察官再度抗稿 最后法院表示 涉案土地开发尚有多人代查 郑文灿有政伤影响力 且7月5号应讯前 与秘书对话有串政疑虑 因此有积押必要 桃園市议员林陶指出 如果土地变更案过关 台塑集团以及郑文灿 可能可以获利57亿元 当时民进党廉政会主委邱俊院表示 8月12号起郑文灿停权三年 另外党内人士认为 这形同宣告郑文灿 与2026年的选举无缘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郑文灿涉滩糟压 如今疑点宛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连LINE都成为案情关键 对内来讲 可能都有内神通外轨的状况 这分明就是无间道的翻版 永远抢先剪掉一步的郑文灿 到底有多神通广大 早在一个月前 郑文灿就把LINE账号给删除 甚至还换了新手机 但这自以为聪明的手法 最后却成为自己被羁押的 关键证据 最主要是这个结拜兄弟 他告诉我说 郑文灿在六月底 或七月初的时候 郑文灿主动把这一个 结拜兄弟的LINE给删除了 或许他真的是 有得到一些风声吧 自称过去和郑文灿 是结拜兄弟的 詹江村出面证实 确实已经找不到 郑文灿的LINE好友 而且连电话号码也没了 詹江村质疑 郑文灿手机里 是否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等于郑文灿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得到消息 真的是神通广大 到底谁在泄密 谁在内神通外轨 整起案件有多诡谀 郑文灿不止2018年 就有管道能得知 检调监听议文 在今年六月三号 检调发动首波行动后 郑文灿还把LINE账号给删除 甚至换了新手机 要不是七月五号 郑文灿被传唤前一天 透过秘书试验庭 疑似进行串震 来因直言 郑文灿是否又能躲过一劫 再次内神通外轨 交给检方的根本就是 一个新的手机 过去的讯息 显然郑文灿想要隐匿 整个的侦办过程里面 绝对有限迷 如果检调没有追查 而且最后呢 就完全没有下文 这代表又是有人在包庇 或许郑文灿以为 删了帐号换了手机 一切就能传过水无痕 但到底何来的小道消息 让郑文灿能够超前部署 背后那股神秘力量 让整起案件 更加错综复杂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 综合报道 大声问没办法解决吗 这回桃园市议员张兆良 可能得先解决自己的麻烦 因为他疑似涉入关书案 桃园地检署调查局 17号兵分十路大动作搜索 地点包含张兆良议员服务处 龙潭区公所 以及相关人员处所 根据了解 检调单位接获检举 张兆良疑似向龙潭区公所 官说图立 要求别将违章建筑 通报为A类违章建筑 避免建筑一备通报 就得拆除 让建筑完工之后 能够顺利出租 由于张兆良 是前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灿的子弟兵 郑文灿也因为涉坛遭到羁押 张兆良还传出去 看守所送钱 而这回检调人员 又大动作搜查 带回张兆良等12名人员 案情会如何发展 也引发外界好奇 东西新闻桃源报导 司法攻防现在掀起的是 政治的风暴 现在大家不禁想问 郑文灿他被羁押之后 现在跟他的一切 都要一个一个的刨跟拔起 全部都不要放过吗 现在看到的是 跟郑文灿收费案息息相关的 是年近90岁的 台塑前总经理 杨兆林 他一千万招保之后 检方第三度抗告 高院发回耕材 今天是他第四度开家庭 能不能全身而退呢 还是检方能够给出新市政 这是第一个 要跑起的根 第二个根 是还记得郑文灿的案子 是七年前的案子 被形容是老案重查 都是为了剑指他 而现在 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旁边这位是他的子弟兵 是桃源市议员张兆良 现在也被查 案子是五年前 一个七年前 一个五年前 而且在五年前的案子 是在当桃源市府顾问的时候 他涉嫌违建官说来施压屈公所 现在朝图立罪来侦办 而郑文灿跟张兆良 干清有多好 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画面 郑文灿频繁帮他的站台 满是夸奖 还说他是桃源市议会 不可或缺的角色 只是现在两个人 郑文灿被压了 那现在张兆良 被检方声压 如果法院都准了 师徒良都要进去看守所 我们要谢谢龙潭资深的议员 服务好 态度好 很拼命帮 相信做好每件工作 张兆良 只要到桃源龙潭选举造势 郑文灿就会与子弟兵 桃市议员张兆良同框 两个人感情有多好 只要张兆良需要冲刺选情 郑文灿几乎都会替他站台 如今张兆良设违建官说 让这样的好关系备受检视 让桃源市继续的往前走 他是一个意味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的议员 甚至在郑文灿收押看守所的第一天 传出张兆良就到场送钱 这回自己也爆出争议 被查出五年前 在担任市府顾问期间 疑似涉入龙潭 某栋违建官说案 难免引发外界联想 他是在担任市政府的 市政顾问期间的涉入 我们还是一禀以前的原则 就是无网无众 尽早水落石出 我们尊重施法 龙潭驱垢守那边 市政府都会全力配合 桃检兵分十路大动作全面搜索 包含张兆良等五人 都被列为被告 朝徒例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 罪嫌侦办 更向法院申请 积压张兆良 根据了解 当时这栋铁皮屋遭到民众检举 而龙潭驱公所原本认定 这栋建筑属于 急爆急拆的A类违建 但是张兆良却居中穿梭 疑似施压驱公所 没想到建筑完工后 竟然还盖成超商 直到18号超商才暂停营业 但其实这栋建筑 早就被开罚好几回 他如果只是选民服务 然后就被压 其实这样听起来 是还蛮严重的 如今不止郑文燦 子弟兵也遭弊案缠身 这背后还牵扯多少人事物 检掉全都要查个彻底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